美国再传枪击事件 田纳西州一场将近300人的街头派对上 有枪手突然朝人群开枪 至少有8个人中弹 其中两个人伤重不治 枪手干案之后逃逸无踪 警方全程搜捕追查枪手的干案动机 警方一度宣称有16个人中弹 不过随后在社交X平台将死亡人数 伤亡人数下调到了二死六伤 其中一名伤者情况危待 警方证实两名死者是男性 但是没有透露他们的具体身份 当局已经是收集了各种现场的画面 全力追查枪手身份 尽快将他逮捕归案